各位欢迎来到赵旅渡市 咱们知道美国总统出访 那个安保程度是全球最高的 什么战斗机护航啊 军舰护航啊 美国总统到哪个地方都是由导弹直接保护的 而且不光美国总统出访 美国部长及高官到一些地方开会的时候 都是有相当级别安保的 为什么这样 因为这个世界上想干美国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美国以往不是没出过事啊 真出过事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尼克松在当总统之前啊 给埃森豪威尔干了八年助手 在奥森豪威尔执政末期啊 埃森豪威尔可能是有意的提拔尼克松啊 经常让他以副总统的身份 带着夫人到全球各地出访 给自己积攒一点人脉 在1958年呢 尼克松就定好了要到这个委内瑞拉出访 按说啊 美国副总统出访到委内瑞拉 这可是个大事啊 美国一定要做好各项的准备工作 然而很不巧的是啊 当时委内瑞拉国内有很强烈的反美情绪 老百姓一听说什么 哎呦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又来 好啊 这是个好时机啊 我们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尼克松一开始蒙在鼓励 还不知道人家民间有这么强大的反美情绪呢 专机落地之后啊 先搞这个两国的升级仪式 军乐团鼓乐团奏这个两国国歌啊 尼克松和委国接待高官就在这个行住墓里 就在这个时候啊 尼克松就感觉到 这个脸上怎么经常有这个水在飞见 难道是下雨了吗 没有啊 举头一看 享天博日的 没有任何问题啊 这个水从哪来 围观群众吐的吐吗 升级仪式结束之后 尼克松一行坐着这个大轿车 在这个军警的互通之下 向这个驻地出发 然而没想到 当时委内瑞拉国内啊 已经集结了十几万人 沿途摆开阵势 是这个首诗鲜花欢迎尼克松吗 不是的 他们就是要愤怒的声讨美国副总统 尼克松车队所到之处啊 是一片骂声 一片吐沫声 没想到愤怒的人群是越骂越激烈 以至于啊 有的人光骂感觉不过瘾 手里这个石头木棍啊 就向这个车队招呼 甚至到最后 大量的人啊 把这个车队给逼停了 逼停之后 愤怒的委内瑞拉老百姓啊 直接把尼克松坐车的玻璃都砸烂了 尼克松哪见过这阵势啊 这帮人是干什么 只是表达愤怒之情 还是准备把我抓起来 甚至要把我杀了呀 保护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也非常紧张 子弹都上堂了 就准备把挑头的几个人给射杀掉 这个时候尼克松好歹有点政治经验 他跟自己的警妹说 你们先别开第一枪啊 他们如果只是拿石头木棍 咱们开了第一枪 打死了几个人 这事就麻烦了 群情激昂之下 把他们的车掀翻都有可能啊 好在尼克松比较冷静啊 没有让手架人开枪 愤怒的群众呢 也就满足于口里骂一骂 拿石块砸一砸 尼克松的随护人员呢 相对还有经验啊 在人群中啊 挤出一条道来 带着尼克松 飞奔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 咱们清楚啊 美国驻各国大使馆 都是有着海军陆战队保卫的 所以到那个地方相对安全 然而 这一路上 尼克松根本没法跟美国国内取得联系啊 艾森豪尔尔在华盛顿也很着急 听说怎么 副总统车队就要人包围了 生死未卜啊 艾森豪尔尔马上命令 美国的航空母舰 六艘护卫舰向委内瑞拉海域使进 随时准备摆出进攻态势 当时全世界的记者目光都聚集过来了 就要看到底尼克松 生死如何 美国会对委内瑞拉进行如何的报复 逃到了美国大使馆的尼克松 终于啊 跟艾森豪尔取得了联系啊 并且 出来搞了一个记者的会 告诉大家 我很安全 没有什么事 虚惊一场 美国军舰也不会打委内瑞拉 但是 从此之后 美国确实对总统 副总统级别人物出访 加强了安保啊 幸亏 这个事情没闹大 要不然 真是一场国际争端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